賭博不好,不要賭錢 三百塊 我去賭這個三百塊,一次而已 我贏了,我贏了,我贏了,六百塊 所以我們現在吃飽,要去做什麼你知道嗎? 不知道 要去買貨呢? 我想別的了 現在我們去雲頂,是老司機開車? 對,我在去 你的感覺怎麼樣? 我的感覺有比較,越來越不怕 你不怕還是我很怕? 你不怕,我很怕 你自己是非常不怕? 我很非常不怕 緊張,我很久會開車 所以現在,我超很緊張 開好的車什麼感覺? 不知道,一樣緊張 從馬路散包變成開好車的散包 從馬路散包變成馬路散包 我開好了,我開得開多久? 大概,兩百公里 我的腿現在全部是軟軟的 然後,眼睛很痛 我不要再開 你看 現在你知道開長途是很累的 超累 對,現在我真的要走路一邊走一邊同一 所以,非常多是需要 眼神的耐力 而且,馬來西亞人開車完全不會開燈 不知道,要右邊走邊 不如一樣亂來 夾娃娃,是夾到什麼? 夾到一個... 白兵器 到了我們要走路 有五個月 終於我們就到了我們住的地方了 我們剛剛花了一個小時 都一直去錯的地方 我們現在的計劃是什麼 呃...我要丟一點的東西 然後我們去吃晚餐 吃完晚餐之後 就是賭神大戰雲頂虎牆的時候了 為什麼有這麼多飲料 因為這個機器壞掉了 然後我們不小心買到了兩...兩杯? 四杯 四杯 而且我們來到賭場 他們不給我們賭 他們說只有MEMBERS可以賭 而且他們MEMBERS的那個系統很奇怪 因為只可以從早上三點到早上八點 有那個MEMBERS 所以現在他們都不給 說要等到早上三點 我不想等 但是現在已經有三倍賣了 可能我可以慢慢等 大家記得我今天給你們看我們的view 現在晚上 完全看不到什麼 對 沒錯 這個就是交運鏡 我們睡了幾個小時? 我們三天睡起來 應該是二個小時 三天睡了三個小時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事情最有好吃的東西之一 接下來是馬來西亞最有名的肉骨茶 你有沒有吃過肉骨茶 好像是第一次 我吃過你之前在家住的 但是在曾經沒吃過 但是你在家住的我覺得 我沒有那麼喜歡 因為都是那個重要的味道 那這邊呢你再吃一吃 這邊有他們的肉骨茶也有乾的肉骨茶還有油 那第一個 你先你說 你們的這個 茶汁很有趣 然後你們有一點選擇 這兩個我就一樣 一邊有茶 茶汁 茶汁 然後這邊的方式 這個是用來喝湯的 喝湯 這個是吃飯的 這是吃飯 這是喝湯 我們只有喝湯用酒的方式 我們這邊比較講究 喝湯就是喝湯 而且這個雞公碗的湯 你看它的碗都是用那個雞公碗 這是最傳統的湯 對對對 然後這個就是靈魂 我們的靈魂就是用 這個酸加辣椒加醬油 它就會變成一個靈魂醬料 但是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要考您 這邊有一個熱水 我知道 是用來幹嘛的 我不是第一次來熬 要走 要泡那個杯子喝茶 是不是 但是沒有 我們沒有喝茶 那這個水給你幹嘛 我們沒有喝茶 這個用來幹嘛 真的 真的 我們亂來 對 給你洗湯吃 欸不錯耶 不錯耶 我知道啊 原來有一次我吃湯給我 我給你說的給我一個水 啊哈 你以為洗手 我以為是喝茶 那個是洗手 我就喝的就是看我 我覺得超級 我覺得 我還好 我吹杯 欸不錯喔 叮叮馬來西亞人10分 現在你來試試看那個湯的肉骨茶 看看它的湯跟我的湯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湯完全沒有重要的味道 怎麼可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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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真的 像雞湯一樣 但是 那一種 你知道飯在 非常長時間的雞湯 怎麼可能 這是用藥材煮的 真的 你講沒有藥材味 它就是 它就是用假的材料的 我覺得是假的 我不會騙你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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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肉燉得怎麼樣 嫩不嫩 很嫩 我一咬它就 化開了 對 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好 你的高級子真的很嚇到我 沒有這個美食節目已經用爛了 你可以試試看一個乾的肉骨茶 為什麼肉骨茶 這個沒有水 肉骨茶 對它就是叫乾的肉骨茶 用炒的 我喜歡這個 這個 吃起來怎麼樣 吃起來不錯 鹹鹹的 沒有鹹鹹的 辣辣的 辣辣的 油條 放在後鍋裡面 油條要放去湯裡面 放下去泡湯 應該幾秒 沒有 它有沾到水就可以了 如果是我 換了這個粉餅吃飯 你可以點這個麵包 跟這個湯這樣吃 不需要肉 我覺得這樣不錯 這個是油條 油條 我想知道肉骨茶這個東西怎麼發明的 肉骨茶是在拔生 拔生是馬來西亞一個港口 那時候呢 那個老闆其實是一個 那個運輸公司的老闆 然後他就發現很多人 因為每天要搬很重的貨 搬到就是會生病啊 體力不好 所以他就把藥材放去湯裡面 所以很多人喝了之後就發現 有很多energy 但是真正我覺得肉骨茶它比較有含義的就是 把藥材放進去 因為在以前那個年代應該很少把藥材拿去煮菜 所以我們現在吃飽要去做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要去蠻貨呢 我想別的了 好 沒錯 我們就是到了 Casino 我最後一次去過Las Vegas 那個時候我好像十九歲 所以他們不讓我進去賭場 現在這個小姐已經慢了二十一歲 所以我的計劃是這樣子 我拿了我的包包 我要拿我所有的錢 我這邊有多少錢 三百塊 我去讀這個三百塊 一次而已 輸 就去吃麥當勞 一點吃一點吃 贏 我就帶我的男朋友去吃fancy餐廳 進去吧 好期待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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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塊 我玩bunker player 我就下bunker 因為我看到那邊 player贏兩次我也不懂 我就隨便翻 我翻了我所有的三百塊 然後看到了bunker贏了 我就 現在帶我的 現在帶我的男人去吃fancy餐廳 這個大概多少錢 大概五千塊台幣 四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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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博不好 不要賭錢 你們可以贏也可以很快速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拿這個籌碼去還錢 不要在路上繼續玩 因為我知道自己 我就會想要去繼續玩錢 就是這樣 我們有賭場的錢就可以來吃好吃的 對我覺得是加拿的獎賞 因為我昨天也是下了一把 贏了之後就想說 要不要再下第二把 結果就輸掉了 對還有再下第三把也輸了 不要彈心贏了就走 太好了 因為我昨天看到了 他兩次都是輸了 player 下player都是輸 我就跟自己說 好今天算了 不管什麼 我也不會算誰贏 誰輸 我就犯了 結果我現在回去吃好吃的菜 來看看我們吃什麼 我還是在馬來西亞 但是這個地方完全不像馬來西亞 我們到了一個印度的地方黑風東你們可以看那邊 那邊有272個的step你可以走路去拜拜 但是我覺得有一天累死今天我不想走路而且 來到這邊不要上去 感覺不太想要感覺會累死了 而且今天又是星期天也有印度最大的節日 但是我看到了1月到2月就是要看他們的月裡 所以大概這個時間是會最熱鬧 所以這邊有很多印度人印度食物印度衣服 我很想試試看 而且我超級愛吃印度菜 本來住在台灣我都不會吃 但是在馬來西亞真的真的真的超好吃 所以印度的文化我很喜歡很讚 來我們去找找看印度的這邊 它有很多檔口 它有賣吃的有賣那個首飾那些 我要介紹一個印度的食物 應該叫Paniburi還是什麼 它是我去過印度 因為你們有去過印度嗎 沒有 印度也是很多人在吃的 它是外面一個脆脆的餅 裡面它放辣椒水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在印度吃的時候非常辣 但是不知道這邊口味怎麼樣 你想不想試一下 好想試一下 這個綠色的好像就是辣椒水 它裡面會包一些脆脆的 然後也會包那個馬鈴薯 所以有你喜歡吃的馬鈴薯 馬鈴薯可以 來 我很怕 你先吃吃看 我先吃一個 我不敢吃 我先吃因為我在印度有吃過 現在吃一個這個 嗯 嗯 跟我在夢買吃的還是有差別 這邊還是沒有那麼辣 就是這邊吃起來其實還是有點甜辣 甜辣 它有用辣椒醬 但是裡面有一些甜的 應該有用一些糖水在裡面 你覺得我會喜歡嗎 我覺得你會喜歡 重點是它的吃起來很脆 而且裡面有馬鈴薯 現在到你試試看 啊 我很怕 我很怕 Paniburi 1 2 3 GO 欸 那個水很多 直接整個整個放進去吃 哇 好辣 也不能只是喝水 要整個吃進去 很辣 嗯哼 你覺得很辣 很辣 很辣 我的那個 眼淚已經跑出來了 其實如果你一直喝水 我覺得有一點噁心 但是如果你跟這個 可以一起吃 OK 脆脆的嘛 對嗎 你有吃到馬鈴薯嗎 知道啊 好吃 感覺不到 好 從雲林想來的時候 不要趕緊去KL 你們真的可以來 這個雲林的地方 參考一下 真的很有趣 我會不會做 我會不會做 我會不會做